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說說姜濤之前未出道時的作品 姜濤有不少姜濤都稱他為姜B 甚至叫他German 出道兩年來都可以說是人氣爆燈 不單是廣告接到首遠 更有獎項的肯定 早前亦有網民在討論區 post 了他17歲時出現的微電影 當時姜B非常青春 而且演技亦獲得不少網民讚好 而人氣高企的姜B受了不少品牌的青睞 而在2021年 他手頭上的廣告已接近三十幾個 可以說是受萬千寵愛於一身 出道之後姜濤主要在音樂上發展 亦有參演過幾套電視劇 但以前都是以客串的形式演出 包括是藍牌女將或太平紋身店 不過他在出道之前就挑戰過演技 而在早前討論區的網民 post 了姜濤的微電影一線之差的片段 當時姜濤只有17歲還是一個中學生 和同學一起參與納米電影的創作比賽 而他飾演的是一個吸毒的男主角 而這一出的微電影最終是勇奪最佳攝影 最佳剪接以及幼兒獎 看回一線之差 當時姜濤的演技 其實都可以說是沒得彈 因為當時他只有中學生 在電影中他飾演的動作和表情都非常入戲 而當時這個角色真的有點不簡單 姜濤是要飾演一個隱君子 他突然化上一個好心的黑眼圈 而17歲的姜濤還有少少baby fat 在電影的一開始他就飾演男主角 在酒店裡就要吸毒 之後他就產生一些幻覺 可以見到當時姜濤的演技比較清潔 但他當時有些動作 或者在洗手間看著鏡子的時候的表情等等 其實都做得非常之度位 作為一個中學生 其實他當時的演技已經是非常之好 而在片段中回憶他和女朋友談戀愛的氣氛 也很有甜蜜的感覺 雖然這個微電影只有三分鐘 但對於一個中學生而且未拍拖的姜濤來說 要演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狀態 其實真的不容易 而他的演技非常之自然 受到不少網友的讚賞 另外除了姜濤在年少的時候拍的微電影 可以見到他的演技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他很小的時候 已經是非常之喜歡唱歌 在他未出道之前 他也很喜歡拍一些短片 帶唱他喜歡的歌曲 而有時姜濤搞鬼的時候 在他拍攝的期間 他也會拍下一些自己唱歌的片段 以下下來我們一起去片看一看他的表演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對 錄這段片就是為了可以 可以宣傳這個新的電影 我拍... 喔不是 不是我拍的 我...我做的 這個 那導演就叫我拍這兩張東西去 拍給人宣傳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直接拍IG錄給你們 對 那麼... 關於反錄的 對 千萬不要吸到 就是這樣 就是希望你們投票 因為下個星期二 Deadline 所以... 去到Facebook 那個... 就有share那個... 那個... 那個途徑給你們 所以你們就叫你們親戚朋友 那些去投票 才得改變 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可別曾經那麼愛我 幹嘛演出細節 我該變成什麼樣子 才沒有反應見 原來當該放下 放背後的這些 那些... 還是討厭 那些拙努的感受 如果你可以 放下 我會不會認真的 你的手 成事用製作的別人 我會不會 親吻的感受 你也可能 拷入相片接受 能夠想一遍 想吃吃喝喝酒 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想要一次更不難 Do I die We'll all die 正人很多 不介意 removed 普遍 在耳朵 聽我 快走 在你的耳朵 在耳朵 讓我陪我們回來 那天 我要走 我看到早期姜濤的表演 其實也看到她是非常有潛質的 她會為她的新的微電影去作宣傳 其實當時已經看到她說話是非常有條理 而且她也很懂得去感謝她的觀眾 因為事後她的電影得獎之後 她也說很感謝觀眾的投票和支持她 當時看到她也非常愛惜她的影片的觀眾 可以看到這一點她已經很有明星的特質 另外她很喜歡唱歌 很多時候她也有上傳唱歌的影片 看到她也非常在鏡前或人群前 她的表現能力或是很喜歡表演 這種性格也造就了她之後 其實在星圖上會帶老光 還有她比較搞鬼的性格 喜歡整鼓其他人 其實這件事非常有觀眾緣 也很多觀眾會看到姜濤的影片 其實都會非常開心 所以其實看到她在這幾樣特質 其實她在中學的時候都有 包括她的演技 她的談吐 以及她的愛惜觀眾的這種心 我也都非常欣賞姜濤這幾點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